哈喽,大家好,我是白丁 今天做的一支也是观众反馈想看的笔 写热的,应该是读四季字吧 我不太会读这个字 那这支笔呢,能看到就是 笔盒应该外面还有一个纸盒的 我这支是二手的 我就,然后你们能看到就是上面的一个痕迹吗 好像也有点旧了还是怎么样了 反正这支笔那个当时摩盒来也不是很贵 那也算是很便宜了 诶,品像这个的话倒不太介意了 然后我们先打开一下 那笔呢,我们先放一遍 然后呢,这个就是那个应该叫所谓的保证书吧 还是什么的 然后笔盒的话也是没什么特别大可以讲的 那我们先放一遍 跟那个雪乐的雨雷嘛 1911的话没什么差别 好,那这支笔我们先放下来 然后拿几支笔来给它对比一下吧 这个,呃,146 然后呢,是最最近在最佳一支吧 78G 那能看到的话,首先它整根笔的一个粗细的话 会比800和146 稍微细那么一点点 但是又比78G的这个就是 比较常用的干笔的话 会粗一点 颜色上面来讲的话真的是见能见智 但是能看到它这个金色跟白乐的金色是有点小差别的 它这个金色的话 有点更黄一点 白乐的那个相对来讲会比较淡一点 好,那笔的话 我们先放一边去 然后呢,再下来做 呃,一个重量 看,能看到,啊,看到可以 那我们先把笔给放上去一下 那我这支笔呢,是有这个 呃,吸墨器的 那就 重量来讲的话 上完末应该就多那个 零点几克 那那个重量我们就不会去考究它了 19.9 那中间重量的一支笔嘛 因为还没有超过20 超过20以上的笔的话 都不太适合说 呃,几个小时的那种书写强度 好,笔也算是轻 但是比百利金的这个笔还重一点点 那12.3 因为百利金那个我记得是10克左右的 然后再下来了 最近也买了一个新的装备 那可以给它 因为那个卡尺啊 ok 好 那这是这样子 看这个重量我觉得会比 本就是以前的那个 呃,怎么那种方法会好很多啊 就是精准很多 好,那个我先卡一下 嘿 可以 好 那个 123.85左右的一个长度 然后呢,再来看一下的 我平常比较注重的这个笔握的这个 呃,粗细 笔握的话是10.3左右 那笔杆的话是 那笔杆的话是 大概中间的位置的话 就最粗的地方吧 我们看 12.2 那10.3的话也算是 很欧 嗯 这个吧 也算是比较ok的一个长度吧 因为它这个是鞋面啊 那我量的肯定是有点偏差的 那我个人比较喜欢的 应该是10亿左右的一个笔握出戏 好 再下来了我们开始看一下 这支笔吧 那我放大给你们看一下 那首先顶的话是那一支 呃,看一下啊 笔的话好像 有点拖度了哈 这个 然后呢上面的这个金色看起来 现在我拿的实体我比较好看了 在镜头里面看好像是比较旧的 但是上面的一个 面的话还是 嗯,我觉得它的一个 呃,现在看到就是我手指指的这个地方嘛 它的一个变化好像是有点虚 不是很锐利的一个变化 就是一个反光 然后呢上面的一个笔夹的话就是还是一样 跟万宝龙那个差不多没什么新意 再下来的话 整笔的一个配色其实是挺不错的 呃,上面是有一些很漂亮的一个红粉点吧 但是这个红粉点吧 呃,有些是在表层的那会反光 那有些是在里面的 它应该是把这个树枝 然后倒点就 灌这个树枝的时候倒一点红点嘛 然后再进行车销 所以说 这个红点本身它是有一点点那个层次感的 因为不是每一颗都在表面 但是呢它有 我之前看过有一些是有一个 怎么就是那个 呃,金粉 但是我这一支的话好像没有看到有那个金粉了 是不是金粉很少见了 然后笔尾的话就是也很不错 头尾呼应也可以有长 这边短 这边粗那有一点粗细比例 另外呢这个环也是很有呼应 就整整整整支笔看起来很现代 非常年轻的一支笔 然后这支笔的话应该也是 我视频里面第一支桌 第一支就是完全就是很妹子 就是很很女生的一支笔 我想应该男生正常不会去选这样的一支笔了 因为这个怎么讲呢 啊很很很温柔的一个感觉 呃,再下来上面的字也是一样的 就是跟那个 那个 写了是一样的 那个反正就是写着Japan 然后就Fountain Pen这样子的一些字眼 呃,暂时来看的话 因为这支笔的品像肯定是比较久了 估计也有用了一段很长的一个时间了 那也刚好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说 这支笔用久了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那我暂时这样看的话还是很新 另外的话这支笔便宜的原因 还有一个在这里能看到大家 就有点这个刷痕 但是这我放到看过他没有那种折过的痕迹了 不知道怎么弄到的就是一个这样子一个刷文 我个人倒是不是很介意这个了 这只要笔件没有摔的话就都ok 而且本身写热的21k笔件也怎么讲呢 给人感觉挺就是软硬度来讲的话不是最软的那个 但是也算是比较软的那相当于讲也 呃条件的话也很好调就是如果搓尖什么的你自己去压的话 他算是比较好弄的一支笔 然后吸墨器的话就是很常规 他本身写热的吸墨器了 但是个人还是比较喜欢哎呀哦呃个人啊这这拧松了 但个人比较喜欢的还是他金色的那个吸墨器了 这个吸墨器真的价格又高 然后感觉就是没什么诚意了 邪恶的一个呃怎么讲 他整个品牌就是每次给我感觉就是诚意不是很足 然后这个密封圈的话也是同样一个问题 好细啊就个人还是喜欢粗点的给人感觉就是用料比较足 虽然说这支笔的不是很贵 但是跟其他笔比起来的话 基本上就是卖卖壳的一支笔我个人觉得 好然后再下来的话我们就看一下这个笔尖吧 笔尖的话就是那个刷纹的话我估计很多强迫症的那个估计会吃不消 好我之前好像一直是用反了这个吸墨那个什么就这个呃放大镜 好啊因为两只我做这个动作每次两只手是腾空的那用起来会比较累一点 好那个这样子 那你看到前面是有个刷纹的但是没有折过的痕迹了 有经验的观众可告诉我一下到为什么会有这个情况我我还真的第一次见到 好那这个伊利的话 好像关开了灯好像效果还没那么好了我们把灯给关了吧 可以可以可以 咦好像不是很清楚啊啊这样就可以了 好能看到这个伊利本身应该是我放大镜头问题了看到非常的饱满 然后应该写起来好像是比较圆论的我不知道 我这次是那个MF肩的所以说他呃比肩前面打磨肯定是偏圆一点的 他不会说非常的 不会有那种斜面不像我另外一次就之前鸡尾的那个 21K的F肩那种一样 然后再下来的话比肩的话 对 可以可以OK 那上面反正也是偏圆那这样子的一个打磨方式 这一样子对那这样子看得会清楚一点 然后再看一下底面啊应该可以我试一下再放大给你们看了看一下能不能看清楚啊 可以可以这样子然后再这样 OK能看到吧 然后再这样好那笔件大概看完了我们赶紧先来试卸一下这支笔 那一样墨水的话 现在基本上都是比较稳定了就是这个 我用的是那个老的这个血热的墨水瓶了 因为他口径比较大 哎呀没关吗抹这个 但墨水的话我基本上都是用绝合饼了 因为他那个是每次30ml 我这个是50ml 然后我每次差不多快用完的时候把那个30灌进去 刚刚好用满 就就相对相对来讲的话就是个人喜欢这样子 然后那个瓶子就可以给放一边了 不要方便一点个人觉得 好上一下墨 好可以了 哇这个 不知道是不是好久没有用这种小的笔尖了 真的是 可以 我给插一下 这就是好 而且我做过的应该白色的笔应该也不多吧 我个人觉得 因为我做的笔大多都是黑色为主了 白色的应该也没有多少 来干净的 一样的立心 好的而且个人还是喜欢大一点的笔 这一支笔真的有点小 好 书写完以后吧 这个书写不知道是不是我翻车了 感觉就是怪怪的 这听一下这个声音啊 上面的一粒的话我看了一下其实是很原论的 没有说折断的痕迹 但是这个 不知道平常是不是要么就是用EF间 或者就是要么就直接上M间吗 这个有点就是 也不算瓜子 但是刹得起来 那个就写起来也是那种沙沙的有点 小阻尼感 也不能叫阻尼感就是非常沙哑的那种感觉 但是它那个整个鞋感的话 直接反馈到手腕上去 会觉得好像有点就是 你用指甲 我用很利益的东西刮黑板的那样子 那种感觉就是 有点冒冷汗的那种感觉 不知道是不是要长时间书写了 然后才会觉得说 比这支笔比较好 外观上面来讲的话 笔尖都是还挺好看的 但是鞋感上面不知道是不是 我个人太久没有用F间 或者MF间这类的笔了 因为FM间的笔都 我感觉应该都是比较滑的 那可能我用OB比较多了 但是我整个感觉就觉得 看一下乖乖的 就是好像打磨过这样子的感觉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了 这个21K当时的话 你会觉得就刚刚好有阻尼感 那上来讲有点刮 但是MF间这个就感觉是像沙沙沙的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14K的感觉就怪怪的 鞋感来讲我个人不是特别喜欢 我如果是选我可能还是喜欢21K的那个F间多一点了 但MF的话就感觉不知道间是不是小了 还是要么就是我翻车了 我觉得就这两个原因了 那笔上面的话就是 还是说因为我是写英文比较多 乖乖的 反正就是 好那就大概就这样吧 反正就是鞋感来讲 感觉个人觉得一般般不是很有那个怎么讲的 特色那 但是笔杆上面来讲的话 个人觉得它是挺好看的 那外观这个事情嘛 见能见智 然后呢 就今天评测的话就到这里吧 然后有什么问题 或者有经验的观众告诉我一下 那个14KMF的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这个写起来真的有点沙沙的 我还以为应该是非常滑的那种 但是好像不是 好吧那就麻烦帮我补充一下 有问题的下面留言给我 那就下次见 拜拜